哈喽朋友们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款龙舟 首先呢先拿两个深绿色的长条气球 两条对宝 先来一个二指的爽耳结 然后再来两个五指的单炮 节点的部分把它们固定到一起 绿色的球从两个单炮中间超过 会让它一个节点的对宝固定的固定一点 来两个三指的单炮 先炒到这里 我们先放下备用 接着拿一根这个深色色的气球 我们来做一个双耳结 双耳结我需要做一个大单炮 一个小的单炮 我们来做这个龙头的这个嘴巴的部分 接着我们把这个双耳结 固定到这个气球上面 绕过来以后 两个绿色的气球分别改气 改气 然后再固定到这个铁铁的地方 我们先拿起任意一份少少气球 然后比着刚才的两个单炮 我们来一个气队的单炮 然后我们固定到固定的这个双耳结上面 对面同样的中央来一个气队的单炮 好了接着我们拿一个浅黄色的这个气球 先来一个小三指的一个单炮 固定到这个铁铁的地方 然后在两个长的单炮中间 我们再来两个五指的单炮 然后固定到对面这个双耳结上面 好了接着我们拿一个绿色的 然后我们上面做一个六指指的一个单炮 然后我们的绿色的那个三指的单炮 然后我们的绿色的那个三指的单炮 黄色把它擀起 然后用这个绿色的形状 我们可以的这个双耳 双一下 然后绿色的另一个消耳结 我们再来一个二指的单炮 我们再重新卡到上面这个双耳结 我们再重新卡到上面这个双耳结 我们这个气太多了 然后我们然后擀一下气 把它随到两个单炮中间 然后再卡到这个双耳结上面 好接着呢我们先做一个船 然后来一个稍大一点吧 这个距离的已经定了 我定的可能就是十几十二三年 可能只有的一个样子 绕过去再来一个同样子 嗯 然后再一个绿色的筋肿 然后再一个绿色的筋肿 来一个它会长一点的 单炮 对边再来一个 然后上面呢我们再来一个 这个团质的鱼层 再来一个稍微短一点 再来一个小辣椒来 一个双尖 然后我们把这个上面的鱼层 剪掉就行了 接着我们把这个 黄色的鱼层 稍微放在这边 放一点 把这个抽皮 飞到里面可以飞 好了接着我们做 做他的眼睛 特长 拿升克斯的气球 我们做一个大的一个折扣铁 然后把手抓住 然后拿一只肥球皮给他 拉不定 这个手里的剪掉就行了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样的做法 然后我们固定到这个 两侧 我们红到两侧 那现在我们拍错了眼睛 拿白色的气球做了两个圆套 再拿黑色的装两个小铃铁 跟白色的做法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白色的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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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尾部可以插到这个干泡上面 这边呢 这边是同样的做法 然后拿筋带把上面固定一下 让它尽量不要留太大的缝细 好了 然后再把我们这位瑕士放上去 好了 容罩就完成了 我们下回了吗